中国篮球史上出现过不少优秀的球员 球迷们在他们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而曾经就有一位这样的士少年 拥有国内众多后卫不能与之相比的突破速度 甚至在与NBA球星的较量上都很出色 他就是陈江华 提及陈江华 由不少球迷们都为之又万坦西 他堪称中国最令人遗憾的后卫 这名本该在篮球场上肆意奔跑的少年终究抵不过伤病的侵袭 但他短暂的篮球生涯在赛场上曾无限闪耀 留在大家脑海里的记忆是那个晃过科比的人 陈江华成名较早 12岁的他就能够360度靠篮 这让他出现在大众视线内也让他吸引了球队的关注 随后他进入了广东红远青年队 之后更是被中国奥运希望队选中 纽约时报称他是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位世界级后卫的篮球少年 可见外界对于陈江华一片赞誉的同时一直对他抱有极大的期待 陈江华的篮球技术特点是速度极快 突破非常敏捷 在对阵梦6的一场比赛里他曾加速超过维德上篮成功 之后更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赛场上 以灵活的脚步和无比踏实的运球变向过掉科比 这是他最为辉煌的时刻 也让他一战成名 一时间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把科比甩在了身后的男人 就在大家期盼他能够有所成长 继续打出精彩表现的时候 他却因为膝盖韧带损伤而被迫休战 命运就是如此无情 其实一直以来就有不断的伤病拉缓着 最让他引以为傲的篮球速度 因为对于他这样的速度型后卫而言 一次接一次的受伤都是致命的 没有了那瞬间的爆发力 他就不能再像闪电侠那样在场上得分 2017年28岁的陈江华在微博上发出场文 无奈宣布退役自立行间充满了他对于篮球比赛场的不舍和面对伤病的无可奈何 现在的陈江华家庭幸福美满 而且在广东对任助理教练 还是在从事着他最热爱的篮球事业 也是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这多多少少也算是一种安慰 但是那个在众多人眼中被寄予厚望的陈江华也在漫漫长和岁月里不见 那么你觉得如果没有受伤他会成为中国最厉害的后卫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